它應該會掉在海裡 就算被擊落也會有碎片 你說掉在陸地大家有可能看到 你會被灰燒啊 有村子 是你倒在海裡也會補起來 對 有碎片也補起來 漁民總是會看到 而且那個燃油 飛機燃油那麼多 幾萬加倫 那個油一定會飄上來 所以要不要相信有外星人 外星人 我沒有講 是哪 你知道嗎 搞不好 也是外星人的一種 這個案子出來之後 有人把馬航跟新加坡航空做對比 因為我們知道新加坡航空 以前是馬航的一部分 快兩個國家分開了 各自就獨立進行運作 其實雙方面的那個飛機 新加坡認為會被攻擊 通常是馬來西亞的運動 沒錯 那他們同樣的 他們其實飛機的比例 還有就是航空的路線都很 都幾乎是一模一樣 可是財報下來是天差地遠 新加坡是大 新航是大賺錢 馬來西亞竟然虧錢 所以他們說其實馬航的 整個管理機制已經是爛到谷底了 所以才會有這種高的成本 因為事實上馬航又是 這樣被擊落跟管理機制 沒有 重點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說如果 可是也是這兩年才飛 我想陸續續會發現到說 這個到底為什麼 四架飛機過去 為什麼它會被擊中的 真正原因在什麼地方 是它內部在做這個 這是我們說的戰爭這個部分 它並沒有有效去傳導到 這個飛機的上面 所以其實馬航的問題是管理上面 出了極嚴重的問題 不過這一台不是管理問題 這一台 這一台當然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今天叛逐的事情是 就是只有它經過進航軍 那就是管理的問題 不過今天國際有說 用三毛舉飛彈去打民航機 這是戰爭行為 那這戰爭行為就是說 大家不原諒對不對 那不原諒如果查出來 比方說是反抗軍 或者是烏克蘭 或者是俄羅斯 反抗軍 政府軍或俄羅斯 都不能被原諒 沒有被原諒我知道 會怎樣 國際會怎麼樣 就譴責啊 聯合國已經開會了嘛 它一定會想盡辦法來制裁那個國家 不管是經濟上面的啦等等 我認為那個制裁是全球都會同時 對 因為聯合國都已經出來 緊急開那個會議 裡面上面最多的 那個乘客是荷蘭的 荷蘭 荷蘭有190個在上面 比利時有四位 澳洲有四位等等 不過鴻英大哥剛剛提到說 國際能做什麼懲處 或者是這個財法 其實很難啦 還要看國家強不強 你國家拳頭大不大 你說像1988年那一次的 那個韓國那個民間機 俄羅斯幫你打下來 打下來就打下來 你沒辦法啊 是打完之後 你能不能討到公道是 看你是哪一家啦 是不是這樣子 也不是 還要看 沒有 還要看你打人的這個國家 力量大不大 那烏克蘭跟烏克蘭叛軍 烏克蘭叛軍比較好打 因為他比較小 因為烏克蘭叛軍 假定有烏克蘭叛軍 你想想看 叛軍之所以會拿到三毛菊 那也是俄羅斯提供的 因為現在這三方面都有三毛菊 對 所以你現在 你要去懲罰烏克蘭的叛軍 那你等於是跟俄羅斯也要對上 所以俄羅斯也不會同意 來 我們先休息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我們回到台灣的選舉 目前來講 我們的主題是定叫黑鴨鴨 其實我覺得一片光明啊 對不對 再清楚不過了 對連勝文來講是黑鴨鴨 對選黑鴨鴨鴨鴨 為什麼對連勝文是黑鴨鴨 選情不好當然是黑鴨鴨 主要是連勝文自己 他說內湖南港一片黑鴨鴨 這話出來已經變成了 這個這次選舉一個很大的笑話 為什麼就這麼一句話會被 會被就是說 這個討論熱烈的這麼久 而且 這個答案其實連勝文也很想知道 對 就是這麼一句話 不是 因為他跟43差 這個網路上面來 我們看一下 60年前的 已經有CUSO了 就是CUSO來諷刺了 這個我們來做一下 這真的不是我們節目做的 我們從網路上就發現 這個他認為 連勝文眼中的內湖南港 OK 南港運動中心黑鴨鴨一片 OK 這有點歧視黑人的感覺 這不好不好 然後說內湖區公所是長這樣 OK 黑鴨鴨 傻怕逆解內湖區公所 不是 我覺得為什麼會對這句話 會反彈成這樣 因為他講的不是事實 不食人間煙火 對 不食人間煙火 可是晚上的確 內湖有很多地方真的是黑鴨 晚上就沒有太陽 網友CUSO 我覺得網友CUSO 我們不要太認真 網友CUSO其實就是用很 比較誇張的 強烈的很誇張的對比 然後讓你覺得好笑而已 他不是要呈現真實的狀況 他只是要讓大家會心裡笑 好 這是網友CUSO的 叫內湖科技園區 你有沒有看PC版呢 笑什麼 這是回到美國黑爐時代嗎 在地上悄悄打打 再來是南港中原研究員 這應該是人類考古學院 不是啦 其實我跟你講 最近黃國昌有去曬 變猛男 這是內湖區的豪宅 這間算不錯 這符合台北市政府幾年前 對豪宅定義 跟內湖區公所來比 我跟你講 這那個 你內在要跟我內湖區公所比 人家是豪宅也去公所 你已經豪宅 沒有 我說豪宅 我這間比較用 但你這間比較疼風 這也是獨門獨院四面採光 然後院子很大 我有一個顧手 內湖現在最重要的地方 A.I.T 對 A.I.T好貴 對 對面有100萬一瓶 來 再看看 內湖花是 你看 你明明就香蕉 哪有花 不是啊 那是花沒錯 那是太陽花 那是太陽花 你姓邱嗎 很姓邱 沒有 那是太陽花 沒錯 你都看到太陽花到花室 我看的是說這台車 竟然我都知道 你看這個什麼車 內湖還有一個摩天輪 為什麼說這個是內湖摩天輪 就是美麗華那個 對啊 哪裡有像摩天輪 有啦 你們看動物都在上面 像坐摩天輪 對啊 在那邊轉 你們看到嗎 沒有想像你 我真的 為什麼這個是捷運站 大家排隊準備搭車 大家排隊啊 對 你看你問陳立童就知道 他馬上就貼貨車 那個鱷魚長得不像捷運嗎 長長一條 那個鱷魚是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有那麼大嗎 對 那是在非洲被發現的 尼羅河鵝 對 有這麼多味 有 這一次 吞三隻鵝 可能也沒問題 所以做絕對沒問題 OK 好啦 那其實真正的 黑鴨鴨其實是這個時候 這個是民國六十年一代 在十四分莊 那個中心有一個大拜拜 那是怎麼大拜拜呢 是因為三官大帝 生日 五年一變 大家輪子 路主要交集成人 那時候就說成人 你有聽到嗎 所以那時候就說十四分莊 這是以前的內湖嗎 對 十四分莊 民國六十年來 都慘 都慘 現在到四十年前 對啊 現在是103年 對 民國六十年的內湖長這個樣 民國六十年的內湖 還屬於台北線 晚上就已經上黑了 那個時候內湖應該 你說什麼 現在大家都不跟你說黑了 還是台北線 還沒有變成台北市 因為內湖南港原本是屬於台北線的 包括北島也是 北島是買的 因為連陽明山整塊化進來變台北市 這就是很萬賺 為什麼人家的阿公都知道要買 我們的阿公都沒有幫我們買一桌 你們阿公就不是來選保長 我們的阿公為什麼 哪一年沒眼光 這樣 這讓我們說拍公 很難說 你別說到阿公 我記得我十歲的時候上來台北住 那個時候忠孝東路只開到五段 就是現在的基隆路口 五段以後全部都是田 也不過三十年前 那現在那一邊多少錢 為什麼我們的阿公都沒有眼光 別說阿公 我們老爸就沒有眼光 別說阿公 沒錢怎麼會買 沒錢也會去 有眼光也沒錢買 我小學四年級 五年級的時候 我大姐嫁來台北 我們姐夫在台北 他就在這個 洗藍公司上班 你知道洗藍公司就是要去幫他們收 那時候有你上世一定是比較好的衣 有幾人 那他要收回來 那時候有一間很正常洗藍 你不知道嗎 那很有名 那他都要去收 那時候 那時候 跟我們爸爸說 這個爸爸 那錢不會買的 我們來買民生動物 他說民生那種 都是稻田 那是稻田 我四年級的時候 應該是民國六十年 六十一年左右 英明趕快賣 沒有 就跟你內湖的那個時候 一片綠油油是一樣的 差不多 真的 我爸說 餐不住去買餐 我要吃什麼 我們來台北種餐 我們每天報到那種餐 我們有東西吃 還有東西買 這樣 結果幾十年後 我們立場就跟我爸說 沒眼光 你叫你買 你不買 現在買不到 我爸現在你如果買的 其實我都不用你吃 我買萬壇 我爺爺那時候 其實真的是還滿有錢的 每天晚上是 三輪車包著去紅樓 聽顧正秋 顧劇團唱戲 每天這樣子 為什麼 我說爺爺當初 不會在台北買個地 因為他們要反攻大陸 買什麼地 馬上就要回老家 山東老家 你那個四棟黏著 你住不完 神經病在台灣買地 我們馬上回去了 就這樣 很多外省第二代 就是因為這個觀念 沒有自殘 沒人 你知道我最近 我們就變成低級外省人 然後就低級 低級的 那就不用去省府拿退休金 這樣高級的才能去 高級才可以 我最近碰到一個朋友 他這個 他以前也是辛苦上來 老爸 就是說 那時候我來這裡打拼 買很多土地 什麼地都買了 就是來黑 結果你知道他生三個兒子 這三個兒子最近分家 讓你有 和女兒子也有 讓你有一個人分多少 五億 如果有一個人去就幾十億 對啊 至少幾十億 五億 一個人 這個老花 自己還放十億開 開不完 我覺得很痛苦 自己把它開 他有欠欠欠欠嗎 對 有沒有 那個 露腰啊 答案都還沒說 這乾爹的啦 一個人分百五億 因為有土地 我剛剛說幾億 你剛剛說幾億 我連做夢都不敢做大 你看看 對 好客氣喔 一個人分百五億 百五億 那是要怎麼開 其實內湖最近的新開發地 我跟我們爸爸說 本來要賣肉飯給你吃 現在存饅頭 其實內湖這些新開發地 應該是一個姓陳的 以前做過議長那個人的 家裡的人 他們家在內湖很多 因為他是內湖 他不是這一代累積的人 他是好幾代 好幾代都在內湖 祖先就比我們都有眼光了 就是會知道 那可能是他們的祖產 你現在像那個 信義區 信義區很多空地 都是陳詠德 陳俊雄 他爸爸留下來的 我覺得繼承祖產也沒有什麼 這是祖先 我們很羨慕你啊 你不要挨啊 說你好痛苦 繼承祖產 祖先不能選擇啦 你已經繼承祖產 你又要不要挨不叫母 我們就看得很討厭嘛 忽然祖先變成他的負擔 我怎麼會産老爸 是嗎 我也要産父爸爸 我也是要做潘雲仔 就沒辦法你 這樣已經有父爸爸 你還不會叫我們是在 這就是為什麼 你剛剛在問說 因為黑鴨鴨一片為什麼 這麼值得討論 你看 因為我們都是黑鴨鴨的一片 我們就是那個黑鴨鴨的 可是我們不要 因為我們黑鴨鴨 人家就是祖先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去討論 你為什麼要 你怎麼會講出什麼總部 去怪他祖先很會投資 不是 我覺得剛剛講錯話就OK 可是你後來的態度 讓人家更氣憤 你明明就講得很不精確 因為不是部分 不是全部的內湖南港都黑鴨鴨 你第二天 有人就出來幫你辯護說是部分 然後有人說是重劃區 可是他自己原講稿裡頭 通常沒有部分 也沒有從劃區 然後又怪媒體 對 然後開始用印歐 是媒體斷章舉例 因為只有自由時報燈 然後他就說這個媒體 是其實第一天 沒有 其實那一天很多媒體都翻載 蘋果的即時就有了 那是因為後來有人就講說 他找電話去壓 壓不下來的才燈 我去Google的新聞 可不是自由也不是蘋果 叫做房市news 對 因為那天是跟房地產 仲介業者在一起座談 所以我第一個看蘋果即時 也不是自由時報 所以那絕對不是媒體說給你有去 你第二天有機會澄清 你第二天並沒有澄清 他講這段話 我覺得最傷大家的是 他有那個階級的意識 就是感覺上說 唉 你們這些鄉下人 住在什麼內湖南港那裡 就是他呈現出一種 我高...